阳春三月正是春暖花开的大好时节 广东处处鸟语花香让人赏心悦目 趁着周末不少市民三五结伴踏春赏景 十里春风十里又香 阳春三月 梅州郊岭县长寒镇利民农场的百余目又园里的又花如期开放 怒放中的又花层层叠叠花瓣素白花蕊淡黄 朵朵洁白无瑕恰如雪花 开在春风里开在艳阳下 让人如痴如醉 在阶阳南西水乡十里桃花景区 桃子出街之头的丰硕景象令人惊喜 游客三三两两享受着春日的俊美与酣畅 山头市豪江区玉新街道玉石社区精心打造的57亩小菜园 成了新进的网红打卡地 各式花卉争气豆艳汇聚成一片绚丽的花海 市民游客漫步其中拍照留念 尽情感受春日浪漫 就是来拍一下这些花朵 然后带一些小孩出来感受一下春天的那个景象 看到这片花就感受到春天有这一个万物复苏的这个景象 非常的好 通过土地平展 土壤改年 现在已经种上了蔬菜 瓜果花草 引得市民风至他来 漫步花海 在江门深受桥乡人民喜爱的市花乐杜娟 在春日的阳光沐浴下热情绽放 随着春风轻轻吹拂 乐杜娟就像一团舞动的火焰 如同孔雀开瓶 格外璀璨夺目 好鲜艳 环境 额 额 令人心旷神怡 开到很灿烂 这些花比往年是比较茂盛大 对 这些花种 品种比较多 这些环境是挺好的 2021粤港澳大湾区深圳花展 昨天在仙湖植物园正式开展 本次花展为期十天 将展出一千余个新优植物品种 深圳市民在此期间 可领略来自世界各地名师的顶尖花蚁 这个可能感觉的话 还是比较放生很舒服舒适的感觉 布置的衔接是比较自然的 尤其是那个有水的那边 还是挺有异域风情的 今年的花展增设了位于福田区的 圆博圆展场 这里将举办花蚁大赛 花蚁作品展和花蚁课堂等活动 展示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 世界级的顶尖花蚁水平 让花蚁充分融入市民生活 是运用了一个整个的大型的悬浮式 装置花蚁设计 作品呈现出来的这种火热的色彩 体现了我们生活的美好 广东台综合报道